中秋节前 也要选一天回家和父母团聚 这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习俗 在中秋的前几天 莆田的大街小巷 总是能够看到挑着担子的女人 她们是已经出嫁的女儿 要回家给父母送秋 到底什么叫做送秋呢 五云是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个小山村 还有几天就到中秋节了 平时安静的村子里 来来往往的人就多了一些 这不今天林美和家就来了好多的人 挑着担子带着家人的是林家的女儿 在中秋前带着礼物回来给父母送秋 送秋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一框框礼物看着也不清 怎么要让女人挑呢 原来送秋讲究的就是一个送字 过去不管送的东西多少 路程有多远 都要由出嫁的女儿亲自挑回来 咱们打开看看 您都带了些什么 米粉 米粉是吧 为什么要带米粉回来呢 代表我代表爸爸妈妈生命百岁 叫我干长寿 为什么米粉就能象征着健康和长寿呢 因为白白细细的 给我们的父母 头发熟细长得一眼门一眼气 就是它的形状像胡须是吧 一样白一样细 然后头发也一眼 妈妈们肯定白细 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边呢 这边是猪脚 那猪脚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猪脚就是我们家出去的女儿挑回来 然后我们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趁回家看看 如果是第一次送秋 仪式是非常隆重的 要把整个家族的人都请来 礼物送得好 家里所有人都有面子 林美和家的女儿不是新嫁娘 孩子都好大了 所以送秋的礼物也简单了许多 但无论送多送少 米粉和猪脚还是少不了的 女儿带着孤叶外孙回来送秋 林美和很高兴 马上就去地里摘一些龙眼回来给大家吃 生活在华庭镇的人们 家家户户都种了好多的龙眼树 这是他们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咱们为什么中秋前女儿都要回来呢 湖田就是西广是顺序 你看第一年还在的时候 他们每年这个都要回家 顺序是钱啊 钱是钱的 就是当地的习俗 当地的习俗 因为我们湖田有个西广 西广就是中秋那一天 他家里也考中秋前 因此在中秋的事前 回来看到父母 跟父母一起团圆 在中秋的那一天都是在家里 一般是自己的家里 莆田市坐落在东海之滨 台湾海峡西岸 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资源 非常适合亚热带水果生长 其中龙眼 枇杷 荔枝 柚子 并称为莆田四宝 由以龙眼为家 素有兴化桂园甲天下之美誉 李美河家住在莆田市城乡区的华亭镇 是兴化桂园的原产地 这里日照足够 雨量适中 日夜温差大 有利于糖分的堆积 所以这里的桂园较其他地方味道更甜 李美河住在山里 从他祭祀起 他们家就是靠种植水果为生 种龙眼已经有些年头了 中秋节前后是龙眼成熟的季节 这时候家里人团聚 都会采一些新鲜的龙眼 和家里人一起品尝 龙眼又叫桂园 中秋节里吃桂园 也有团园的意思 说到这里 我们编道发现一个问题 这种果子有人叫它龙眼 有人叫它桂园 这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吗 原来龙眼指的是鲜果 龙眼带壳带糊晒干后 人们称之为龙眼干 如果是去壳去壳 只留果肉 晒干后的才叫做桂园 这里的龙眼按成熟的时间不同 分枣蔬果和碗蔬果 枣蔬果在八月底就可以采摘了 碗蔬果最晚可以到十二月份 那时候别的地方都不产龙眼了 所以相对价钱也要贵一些 因为能卖个好价钱 林美和的果园里基本上都改成了碗蔬果 只留下了很少一些枣蔬果 为的是女儿们送秋时 能尝到家里的新鲜龙眼 林美和的龙眼栽种在山坡的梯田里 这些梯田是她祖辈 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出来的 到了她这一辈 也花了好多年垒了三十亩的果园 林美和也是一个爱琢磨的人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 她改良了龙眼的品种 她也成了村里的科技带头人 帮乡亲们增加了不少收入 林美和从小就跟着爷爷一起上山踩龙眼 这片林子比她的年纪要大得多 现在她的孩子们虽然都在外地工作 但平时也都会经常回来帮她打理这片林子 他们家靠着山坡上的果树 过着简单而且富足的生活 中秋期前 福田出嫁的女儿都要回家给父母送秋 再普通不过的米粉和猪脚 有什么不一样的含义 悄悄打打做出的东西 竟然比月饼还受欢迎 山里的龙眼 啃去的海鲜 女儿怎么送秋 家人又该如何做秋呢 本汽香土走进福建莆田 品当地的美食 看送秋的习俗 林美和采摘了一筐龙眼回家 这时候大女儿一家也回来了 大女儿回来送秋的礼物和妹妹的都是一样的 这倒不是姐妹们商量好的 而是当地送秋的习俗就是这样的 这位是林美和的大儿媳妇 虽然小姑子们都回家了 但中午这顿做秋的团圆饭 掌勺的依旧是它 小姑子们只是帮忙打打下手 送秋的人回家吃什么 还是得当嫂子的说了算 咱们先去挖芋头 咱们中秋节是有吃芋头的习俗吗 都是吃芋头的习俗 芋头本来像我们这普亭的本地话就讲 吃芋吧 因为送秋都是在中秋前几天 日子却不固定 今天是小姑子们约好送秋的日子 陈福美中秋节也要回家送秋的 为了招待小姑子们 她送秋的日子就错开了 您今天几点就从家出来了呀 八点 我去一天吧 你们两个人住的地方远吗 住在普天过来 从普天过来的 两个人约好了 今天一起回来 每年就是您家老公孩子跟你一起 一块回娘家 所以那天家里面人特别多特别热闹 是是 我们都特别开心 剪纸 刮瓶 敲打 这叮叮当当的是在做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在做当地的特色小吃 硬膏 这顿团圆饭甚至可以没有月饼 但硬膏是肯定不能找的 这里面现在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大米 大米拿去寄呢 大米 大米跟糯米 大米和糯米 大米和糯米 你刚才还加了点白糖 是啊 也加个糖 这个是咱们中秋节的时候都要做的东西吗 是啊 这就相当于咱们下的月饼了是吧 是相当于月饼 过来我可以的 这个是 因为这大米 我那就来 我那过来我可以的 好饱 这样就可以了吗 好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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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几个形状吗 这模型就这个 这模型就这个 这个这么做完以后呢 要去锅里蒸吗 拿到锅里去蒸 蒸就可以吃了 简单的食材和工序 让这道特有的小吃 成为莆田华庭镇家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不一会儿香饭的硬糕就蒸熟了 点上红点是不是立马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咱们这米糕就算是做好了 咱们这米糕就算是做好了是吧 好的 所以可以尝一下 尝一下 刚才都做别想吃 嗯 香香香香的 是吗 甜甜的 嗯 这是咱们的饭后甜点是吧 是啊 大人们都在忙着做菜 小孩们也都没闲着 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包馄饨 他们究竟包的是什么呢 嗯 中秋节为什么要包这个馄饨呀 这不是馄饨 这是扁食 啊 扁食 嗯 这是你们这儿的吃的吗 是啊 特有的吃的哈 嗯 这为什么皮还分两种啊 这个是盐皮 这个是面粉做的 这个不是用面粉做的吗 这是用烧肉和淀粉 一直排排成这么薄的 这个是用肉做的呀 嗯 这是什么肉做的呢 用猪肉 猪肉做的 嗯 猪肉怎么做才能做的这么薄啊 跟 跟地瓜粉加在一起 一直排 里面外面全是肉 嗯 对 这种看着像馄饨的东西 其实是当地特有的小吃 大家都叫它 燕皮扁食 燕皮 是莆田有名的特产 打至燕皮 需要选用猪后腿的筋肉 搭配淀粉 肉粉配比 要恰到好处 然后必须手工敲打 才能打出韧劲 咽皮 虽然看上去和普通的面皮没什么差别 但因为有韧劲 不管煮多久都不会烂 而且吃起来口感软嫩 所以很受当地人欢迎 看着家里人忙前忙后的 林美和当然也不会闲着 林大叔 你买这柜圆 一个一个剪下来 是干什么运用啊 烤柜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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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了然后换了很久 然后拿 是啊 是让女儿们走的时候带走吗 嗯 每次回来都带走 那他们每次剪的时候好像都要留一点 留一点它不会裂开 不然这个烤温度高了 它就会裂开 如果你让走去 这样踩下去 它就会裂开 因此一粒一粒的让这个剪刀剪 把龙眼从树枝上剪下来后 林美和来到邻居家准备烤龙眼干 烤龙眼干要先把龙眼洗干净 然后放到滚筒里 接着师傅从地上抓起一把细沙 放到滚筒里 刚才你洗完柜圆以后 为什么要放沙子把它弄脏呢 那个沙子那个 那个是油 油一下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胃皮哦 胃皮比较好看一点 就是 不要那个眼色就 经过那个烤 烤一下就有眼色的 在烤龙眼干之前 要用细沙打磨一下外皮 不然烤出来的龙眼干会变成黑色 烤制龙眼干的整个过程 需要四五天的时间 所以今天林美和拿来的龙眼 只能放在邻居家里慢慢烤 前些日子 他拿来的龙眼干已经烤好了 可以拿回去送给女儿 回到家 一大桌子的菜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香喷喷的猪蹄也出锅了 米粉在莆田既是主食也是副食 请客或者日常生活中都少不了它 炒米粉的时候 要在里面放一些肉和青菜 刚开始摘回来的地瓜叶也放进去炒了 大半天的时间 一大桌丰盛的团圆饭 在一家人的忙碌中终于完成了 大人小孩围坐在一起 开始享受团圆的喜悦 吃完饭后 大女儿因为家里有事要先回去 临走前 林美和递上了刚从邻居家 拿回来的烤好的龙眼干 大姐您那就是要回家了是吗 对 拿回来的猪脚 为什么现在要拿回去啊 就是他来才往这里拿回来 就必须 不能全部坐下 就是留一点 常常回家 就你去那一步吧 留下一步不要带回去 是 俗话说一层山一层人 华平镇的人们或三两户或四五家 散居在有水有林的山下 这些山里人家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依山而居 安居乐业 他们保留着传统的送秋习俗 中秋前的出嫁的女儿 要回到父母的身边 陪着父母一起度过快乐的一天 而真正到了中秋节这一天 陪父母过中秋的 该是儿子媳妇 可是在莆田临海的一个小渔村 有一对夫妻中秋前 就没有回去给父母送秋 中秋节前 莆田出嫁的女儿 都要回家给父母送秋 再普通不过的米粉和猪脚 有什么不一样的含义 悄悄打打做出的东西 竟然比月饼还受欢迎 山里的龙眼 啃去的海鲜 女儿怎么送秋 家人又该如何做秋呢 本期乡土 走进福建莆田 品当地的美食 看送秋的习俗 说起福建莆田 人们大多都会联想到妈祖 妈祖是渔民的保护神 渔民出海前要先祭妈祖 祈求保佑平安 莆田市梅州岛是妈祖的故乡 这里的妈祖庙 尊称为天后宫梅州祖庙 既然是妈祖的故乡 莆田有很多的渔民 莆田是全国最大的隔苗产区 这里的人们把贪图 经过整治改造后 用来养殖隔离螃蟹等 来到这里 总能看到人们在这里赶海的身影 这位叫王明华 三十出头的年龄 住在莆田市后海啃区 是地道的渔民 一家人以捕鱼和饲养隔离螃蟹等为生 因为中秋节里海鲜的价格 要比平时贵不少 所以他们决定等生意不忙的时候 再陪着妻子和孩子回家看望老人 王明华家在啃区的池塘里 混养了螃蟹和隔离 中秋前也是隔离收获的时候 隔离长在泥里 收获的时候要到水里去摸 平时只有有人来买隔离的时候 王明华才会下来采收 挖完隔离 王明华要出海打鱼 这一大片水域看起来像大海 实际上这里已经与大海隔开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 当地围海造田 形成了现在的后海啃区 这片啃区有三万多亩 是莆田最大的隔离养殖基地 渔船行进了不到半个小时 王明华就选定了下网的地点 他下的鱼网分两种 一种是流刺网 另一种是地龙 他是用来抓什么的呢 火车网 火车网 就因为他其实要下火车是吗 一折一折的 这大概有多长呀 一张有二十几个 要抓什么的呀 那个虾跟螃蟹 虾跟螃蟹啊 你每天都会下一网吗 每天都下一网 那这每天大概能捞出多少 加分线呀 买来几买 为了捕到更多的鱼 下好网后还要去赶鱼 看这样赶鱼的效果还挺明显 忽然出现了好多跳出水面的鱼 这些鱼朝着王明华驱赶的方向游了过去 赶了一会儿 王明华下的流刺网就可以收网了 鬼祭 闻肃 Press 师傅 咱这浪的也不少了是不 海頭一些 嗯 顾摸这大大大浓度有多少斤呀 偷看有十几天 平时咱们每一网都能打这么多鱼吗 对啊 这个多 比较海中呢 这是什么鱼啊 这个是黄鲤鱼 黄鲤鱼 黄鲤鱼 它就这么小吗 就这么小 咱们这一片就这种鱼最多是吗 没有 白天都是这种 白天都是这种鱼 黄鲤鲤 就是师父说晚上才能得到的鱼 这个是黑鲤鲤 黑鲤鲤 今天咱们煮了好多晚上才能煮到的鱼 这上面这么多次啊 是 流刺网收了不少的鱼 王明华他们开船到另一个地方去收地龙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火车网 这里的网是昨天下的 地龙捕捞到的海鲜 与流刺网不一样 打出来的东西还挺多的 今天不多 今天还少一点 这里面都有 我看有螃蟹 螃蟹有 有虾 虾都有 它好活泼 这大概有多重 这个差不多鸡鞋 鸡鞋 鸡鞋算少吧 对 还有贝壳 这是鸡鸡鞋 这个是贝壳里面 王明华要陪老婆去给老丈人送秋 可今年他们一家却没有回去 我听说咱们莆田中秋的时候都有一个送秋的习俗是吧 嗯 那您今年打算回家吗 不回去 中秋节追你什么 王明华 王明华干活很利索 不一会儿一家人的晚饭就做好了 不论是在山上还是在海边的人家 饭桌上米粉和芋头都是必不可少的 杨丽英这些天本该回家去给母亲送秋 在娘家住些日子 到了中秋那一天再回到丈夫王明华的父母那过节 今年因为捕鱼回不去 只好节后再捕 王明华一家在海边生活 吃的还是很好的 海鲜对他们来说就是日常的小菜 虽然不是过节 平时的生活和过年过节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人们常说 女儿是父母最贴心的小棉袄 她温暖 每年快到中秋的时候 莆田嫁出去的女儿都要尽量的回到父母身边 来尽一份孝心 陪他们过几天快乐的时光 王明华他们因为工作忙回不了家 而等他们有空的时候 也一定会回去陪伴父母 好了各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霍山 什么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软宝和硬宝 悬崖峭壁间 采药人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寻药过程 昂贵的石壶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吃法 石堆上人们寻找的宝贝是什么 当地人口中精美绝伦的硬宝贝是什么模样 下期乡土走进霍山去看当地的两样宝贝 陈洁 陈洁 培